大家好,我是千哥,今天分享一个铁板臭豆腐的做法 我臭豆腐的汤汁咱们前期进行了处理 再加上这款自制的撒料 闻起来有些臭,但吃起来是越嚼越行 传统的小吃,你只有经过改良才能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一起来看看怎么操作,这款非常暴力而且受欢迎的 小吃,这个豆腐咱们是要穿成签子,按条去售卖的 所以在改刀的时候,咱们要切的稀微厚一些 窄一些,大小的有点像咱们吃那种冰棍,效果是最好的 这样方便监制 这个豆腐切完,前期的一个处理方法 昨天的视频分享过,就不赘述了 接下来咱们调一下这个料汁 搅拌机中,放入两块臭豆腐 1.5倍于臭豆腐的汤汁 这个传统的做法就是将臭豆腐和汤汁用硬物给它碾碎 但是有些成品呢,有些发苦 而且味道比较单一,你经过这么改良以后,会达到一个最佳的口感 这个味道绝大部分的人都能接受 加清水,这个量呢一定要少 主要是为了起稀释作用 加芝麻酱 鸡汁,这个是关键 甩点蚝油 给它搅匀后,放入碗中备用 这个可以批量制作 你就记住,水、蚝油、鸡汁的量都不要太多 不能宣冰夺煮 铁板烧热,咱们放点油 还是那句话,如果觉得七二哥的视频还有点用的话 麻烦您点赞关注转发 先谢谢大家,还有就是您一定要看到最后 干货都在后面 咱们把豆腐放入 这块铁板还没有完全使出来 等全熬出来以后,就不存在粘锅的现象了 先不要动它 还是那句话,你要商用的话 一定要把铁板一次性的铺满 再补充一句 做铁板豆腐 咱最好用大豆油 上色效果比较好 而且你这个两面一定要煎的都薛微大一些 就是表面有些捧皮 有硬壳了,才最好 这个我建议初学者的话 可以一面一面的去摆去煎 这样你能顾起来 要不然的话,火候掌控不好的话 会有损失 煎到这种程度 咱们把刚才吸食好的臭豆腐料 给它刷上 接着这个铁板的温度 这小味儿 一下就上头啊 其实 做这一步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让香味散发出去 才能吸引到更多文味来的顾客 你正常的话 直接给它放到碗中 往上淋上臭豆腐汤汁也是可以的 把两面 咱们都给它撒上 之前分享过的那款果仁撒料 这个建议您去看一眼 这款料非常的行 跟臭豆腐是绝大 再依据客人的要求 咱们撒上自己磨的那个辣椒粉 最后用竹签子给它撰起来 你撰的时候 一定要找好角度 要不然的话容易插邪巴了 这个你还可以依据客人的要求 再适当的多抹一些臭豆腐汤汁 这种条一般我都是按一块钱一串卖的 你看看您想达到多大的利润 可以在大小上适当的增减 存干货分享 谢谢观看